玉里派出所远警巡逻的时候 看见前方机车见警就加速逃逸 警方察觉有意于是上前蓝亭击查 发现了深色紧张的诚信女乘客 居然是女通缉犯 并且也查获了毒品以及吸食器 当场将女子逮捕归案 女警大声喝斥 骑机车双赛的这两名女子蹲下受捡 因为她们刚刚在行进路口右转时 没打方向灯违规不说 而且看见远警就加速逃离 是有蹊跷 于是上前蓝亭击查 果然不出远警所料 不仅是当场查获毒品以及吸食器 远警发现诚信女乘客神色紧张 今生入盘查 发现该名女子居然是女通缉犯 当场将女子逮捕归案 发现一部普通重型机车 自预理镇见过三街右转中滑路时 唯一规定使用方向灯 且见到远警出现就加速逃逸 远警见其有违规行事 随意道路交通 管理处罚条例第七条 引导驾驶停于安全处所接受机查 见该车乘客神色紧张 便研判该名恐涉及刑事案件 经查成女进食花莲地监署 所发布之毒品通缉办 定当场查获其持有安非他命两包 吸食器一组 最后警方依涉嫌违反毒品防治条例 及通缉身份 一并将成性女子 依送花莲地检署归案侦办 记者十一玉兰玉理镇采访报道